好 铁路消息继续再看到了 铁铁东部干线花莲玉里到东里间 7月4号的上午10点多左右 那么疑似因为天气太炎热了 造成钢轨是异常 那么经过封闭抢修 并且也经过了工程人员的勘测之后呢 中午的12点57分确认是无异常 并且已经是恢复了正常行事 全台飙高温 玉里上午10点以后高温破37度 10点29分玉里东里区间东正线85K处 也就是玉里克城桥的北侧 疑似因为高温出现钢轨挫取的异常情况 列车目前才30公里时速慢行 台铁上午已经派员前往了解查看整理轨道 今天我们406次通过该路段的时候 有反映说在玉里东里间 中正线有发现回到有一些异常 那我们也及时不害了现场了解 那发现现场是鬼面不是很平整 那也现场现在正有人在现场在处理当中 台铁非常不平静 花莲和人隧道北口东正线上午6点 遭到巨大落实杂断钢轨 目前奉逼抢修 和人重得间踩西阵线的双线通行 我们这个都还在了解当中 那目前首先我们还是会先把 钢轨有异常的部分先整理 目前东正线是先封锁进行整理当中 那西线是单线双向通车 由于和人隧道只剩西阵线 踩单线双线通行 造成列车误点 预理车站列车资讯显示 从园林经北回开往台东的 472次新自强号 原本12点12分要到预理站 但是列车资料的面板显示 5点45分 不过经过工程人员勘测之后 中午12点57分确认无异常 并且已经恢复正常形式 记者高雄雄玉理阵采访报道